蛋包饭是一道深受大家喜爱的美食 它的口感和做法也有很多种变化 今天就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蛋包饭的不同口感 看看哪一款更适合你 1.日式蛋包饭 日式蛋包饭的口感柔软 米饭配上淡奶酱汁 让人感觉非常清爽 做法也很简单 只需要将煮好的米饭和煎好的蛋放在一起 再淋上特制的淡奶酱汁 即可轻松做出一道美味的蛋包饭 1.韩式蛋包饭 韩式蛋包饭的口感偏甜 因为它会加入酱油和糖等调味料 让米饭更有风味 做法也相对简单 只需要将蛋液倒在煮好的米饭上 再加上各种调味料和配菜 煎至蛋熟即可 1.台式蛋包饭 台式蛋包饭是口感较为浓郁的一种 因为它会加入酱油和五香粉等调味料 让米饭更香 做法也比较复杂 需要先将煮好的米饭和各种配菜炒熟 再将蛋液倒在上面煎至蛋熟即可 1.港式蛋包饭 港式蛋包饭的口感偏咸 因为它会加入酱油和盐等调味料 让米饭更有层次感 做法也比较复杂 需要先将煮好的米饭和各种配菜炒熟 再将蛋液倒在上面煎至蛋熟即可 总的来说每一种蛋包饭的口感都有不同的特点 而且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同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要做哪一种口感的蛋包饭 不管是哪一款 只要用心做绝对会是一道美味的家常菜 请不吝点赞订阅